兄弟们,我已经回到了主世界了 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只剩下胸甲和靴子了 可以说咱们也是在下界一番激战 好了兄弟们,虽然攻击已经无敌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来合成一下钻石套吧 先合成钻石货腿,然后是胸甲,靴子,头盔 接下来就是分解烈焰棒,合成墨影之眼 咱们带上工作台,先睡上一觉 然后我们再去寻找墨迪传送门 我有小僵尸,你很娇皮哦 来,是我一剑 嘿嘿,我依然还是最强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传送门的方向 兄弟们,我们来到了墨迪要塞了 为了不把传送门尬掉,我们只用了五通电 这边是图书馆,对于爱看书的我来说 我选择去墨迪 先将这个刷怪龙清理一下 诶,这还有个漏网之鱼 咱们出来清理,别把传送门给炸毁了 那这,效果是随机的吗 接下来直接放上墨影之眼,前往墨迪 这里直接向上挖出去 咱们先去找墨影人算算账 呼,一刀秒杀 而且周围的墨影人也跟着死掉了 嘿嘿,再试一下 嘿嘿嘿,这个好过瘾啊 一刀999 戏兄弟就来看墨影人 一刀999 我们现在搭高,去拆墨地水晶 咦,这个怎么都炸掉了 难道武器的范围性伤害不只是针对生物 那正好,我们不用去一个一个费力拆了 这边还有两个 炸,炸,停留好了 我们去找墨影龙 诶,龙蛋,传送门 啊,我啥时候击败墨影龙了 难道是被钻石剑的范围性伤害直接清理掉了 这次真的是一刀999了 简直是恐怖如斯啊 最后,阿阳也没有太多的才艺了 今天给兄弟们表演一个墨地睡觉 哈哈哈哈